這次我覺得老王真的難搞 插播一下 大家好 我是林仔 現在頻道會維持在24出片 星期六直播 記得按訂閱和鈴鐺 不要錯過我們任何節目 2020年10月發佈了不少新產品 尤其CPU部分AMD說下距月頭 即11月頭會出5000系列的CPU 大家期待已久 上次發佈會提及了28號晚上 即29號的00 新發佈會說Big Navi Display Card 究竟會如何 終於我們捱過了這一天 看到ASOMA拿了新的Big Navi Display Card 這次一共提及了三款的Display Card 三款Display Card分別有RX6900XT RX6800XT和RX6800這三款 價錢相當之異人 最高級的RX6900XT 竟然不用$1000美金 只是$999美金 接合港幣大約$8000港幣 如果不炒價 的情況下應該可以入手 但是下面兩款又如何呢 另外一款就是649 6800XT 而6005XT的話 就是$579 其實很簡單 馬上看到6800XT的對手 自然就會是3080 而6900XT的對手就會是RX3090 雖然下面那張是$579的6800 你以為會不會對未來的RX3070 但你按價位上應該不像是 因為價位上RX3070應該是$499美金 如果不炒不成也是這個價錢 但你看到性能上 我先不說太多 因為我怕會破壞了 所以我們只看了3090和3080 VS6900XT 以及6800XT的部分 其實SOMA 今次的Big Navi RDNA 2 這堆東西 有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加入了 有的 加入了什麼呢 首先講了RDNA 2 其實講了它的Performance Per Watt 已經對比再之前的GCN 或者是RDNA已經有很大的差距 其實你看看那張圖50%又再50% 我已經不知道現在 如果只是對比GCN的話 其實那條數是多少 你見過Performance Per Watt 已經是差不多有 如果我這樣加上應該是100%有爪 其實後尾一點 他那條片裏面有顯示到RDNA 2 其實對比RDNA 1 就是RX5700XT 來做一個對比的話 大約的性能增長就會是兩倍 這是一個很大的增長 RDNA 2其實 裡面是講了什麼呢 首先就有High Performance的CU 還有Infinity Cache Infinity Cache為什麼要走出來呢 就是因為其實你見三款Big Navi的GPU都好 其實都是用GDDR6 去做RAM 為什麼不可以用GDDR6X呢 就因為給NVIDIA 老王那一隻簽了 就要給他們RX30系的Display Card 其實GDDR6X雖然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在記憶體頻寬 但是它這個記憶體 因為用了6X 所以其實它的功耗是大腦不得了 但是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所以AMD就沒辦法可以在這批Display Card 就用到GDDR6X 就要用GDDR6 結果他們使用了這一招 加入了Infinity Cache 就可以令到它的頻寬 即使有256bit GDDR6的情況 有Infinity Cache之後 可以給384bit GDDR6 快到2.17倍 這個也是一個很大的技術上的提升 除此以外 還有一個大家比較關注的 就是Ray Tracing的東西 但是Ray Tracing的部分 我就看過在影片中 不太著重 其實都可能是輕輕打了兩句 然後有少少的Gameplay 給大家看 On Off之後 就沒有太多的文術 中間怎樣做 或者是 開了RTX 嘩 哈哈哈哈 開了Ray Tracing之後 的Performance 有沒有一個明確的Drop 好像老王那些 RTX20 開了Ray Tracing 其實你會看到 Performance的Drop 是挺大的 當然30系有它的優勢 會改善了這件事 但換回 AMD的Big Navi RDNA 2 究竟會不會有類似的情況 如果我一隻 普通的遊戲上 開了Ray Tracing的功能 會不會有不同的Performance 這個是 有待AMD再進一步的解釋 或者我們遲些有機會 拿到新卡的時間 才可以試得到更加多的東西 除此之外 其實AMD還有一個 很誇張的功能 其實跟RTXIO 很相近的 就是AMD Smart Access Memory 這個就是透過你一定要用 AMD Zen 3架構的Ryzen 5000系列的CPU 配搭現在新推出的三張Display卡 就是RX6000的GPU 你就可以做到一件事 Smart Access Memory這個功能 就是由CPU 可以直接傳取到Display卡上面的記憶體 就是Display卡上面的16GB RAM 都可以用這個功能 就由CPU可以直接讀取下去 這個部分其實跟RTXIO 是有點相似的 只不過這個部分怎樣做怎樣運作 都不知道 但是有一件事 很明顯聽到的分別 RTXIO必須要透過Microsoft 去寫的API 開放給它 RTXIO才會用得到 你看這個AMD Smart Access Memory 是沒有提及過要用Microsoft開放的API 才能用得到的技術 應該 可能會跟RTXIO運作的原理 可能會不一樣 但是什麼都好 希望這件事可以連帶到 AMD的CPU加GPU一起上 其實對N Card 或者Intel那邊的CPU 都有幾大威脅 回歸正傳先說回剛才所說的三張Graphic Card 其實你見到SOMA去到最後才把RTX6900 XT拿出來 我估計它都未必會有很多貨 根據師傅和John Lamb所說 其實這張CPU有機會是限量發售 未必搶得到 但是你見到它的Performance 它是拿對手N記的3090做一個Battle 在它各隊的Benchmark上 你見到是有得困的 即它未必贏很多或者全部贏了 贏到一點 有些輸一點 但是你多久沒見過AMD Display Card 可以跟N Card有得困呢 我覺得這個是 嚇倒的 這個真的是嚇倒的 然後再看它的價錢 因為你知道現在RTX3090先不趕炒 其實老王的定價應該是1299美金 還是1499美金 應該是1499美金 但是這次SOMA這張6900XT竟然是999美金 即是足足少了500美金 已經是三成多的 價錢差 分分鐘可能是 現在買一張 3090的價錢可以買到兩張6900XT 有機會 這個旗艦卡的部分 可能再之後才算 因為始終 對手的3090 都強調自己 不是一張 真的打普通的game 可能是8K gaming 或者是運算上的東西 就可以發揮到最大效能 所以這一刻 吃著花生 但是如果落到下面 真的打機的3080 你拿6800XT一對買 其實好像好像很相近 究竟這兩張卡 這樣打法 我覺得 這顆花生是大顆 還要 SOMA的定價 刻意 是便宜 549美金 你看到 這樣的價錢 對比之下 如果SOMA貨源穩定 Driver沒問題 相信RTX3080 都會很頭暈 之前有傳聞說過 老王其實中間有很多 Model會插進去 包括有3080的20GB 有3070Ti 有3060 30Ti 雖然暫時還沒有 打算弄出來發售 但是我覺得 老王 想有機會 在AMDDisplay卡出了之後 還有保持競爭力 我想中間也要多放幾個Model 最後那張68005XT 其實你見到價錢 不是 對3070 很明顯比3070更高 其實3070的Performance 早已經在前天晚上 就已經可以看到 因為公版那張已經解禁了 但我們今晚是非公版的解禁 所以我們可以用其他非公版的Model 大概對分 可能3070和68005XT 性能差大約多少 但你看到它的價錢 跟你說是579美金 這個定位 我覺得老王這一刻是十分之危 而且剛才說過 這兩張Display卡 其實它發售日子 將會是11月18日 6900XT的發售日 會在12月 6900XT那張是旗艦級 不是人用的 那些就擺遠點不趕著 但先只focus在這兩張Display卡 我覺得3080的地位 十分之危險 現在各大代理 或者各大店舖 拿著炒價的3080 我都不知道他們丟好 還是丟價 價錢應該回到正常 還是怎樣 無論怎樣都好 看到 AMDDisplay卡 的性能 竟然可以和 尷尬卡有得困 絕對是安慰的 AMD的新Display卡的發佈 就是這麼多 因為都沒有太多資訊 流放出來 可能也要等之後 或者多一點的 偷偷看 看看才知道 裡面是怎樣做 但其實你見到 今次的新Display卡 Big Navi RDNA 2 大家期待了那麼久的東西 終於可以拔出來 和老王有得困 我覺得 是一個 很大的進步 因為 如果以我自己 一開始 RDNA 2 給我的概念 因為那時候 PS5 Xbox Series X 快要出 的時間 其實他們有說到 他們會用RDNA 2 的Display卡 那時候有說過 大概 他們用RDNA 2的性能 是和二營八營 Super 相約 那時候 你換算 如果你今天RDNA 2 可能和當刻 製作PS5 或者是 Xbox Series X 差不多 很大機會 連RTX3080 3070 都未必有得打 因為其實 3070的 Performance 應該是 跟RTX2080 Ti 就差不多 但是 完全是兩件事 你看到今天 SOMA的發佈 完全是兩件事 尤其在4K Gaming 可以足足給上一代 RDNA 超越了一倍 也有一點要保留 第一 SOMA的部分 沒有提及過8K Gaming 相信8K Gaming 用A卡來說 仍然是有難度 因為老王的環收 寫了出來 DLSS的2.0 可以透過2K 升級 8K 做這件事 還有 他沒有提及過 AV1的解碼 會不會 真的沒有 因為 說起來沒有 好像8萬5 不知道 這個我會對他有少少保留 如果你是對 真的做事要解碼 要做AV1解碼的東西 可能要用 下一代的Intel on board 或者是RTX30 才能幫到你 因為AMD沒有說 我只能夠當他沒有 另外也有確實的消息 就是老王的RTX3060 Ti 將會在11月17日 正式賣街 很明顯他所有的日期 都是瞄著 這個AMD的Display Card 只不過 現階段看這三張Display Card 當然 手法會有兩款 6800 XT和6800 這兩款 對3080的威脅 都相當之大 莫說3070應該都追不到 如果在不炒價情況下 我覺得這張卡 十分之划賣 你看到性能 這樣的價錢 還要比他便宜 可能很多貨 當他沒有貨也好 大家一起兩邊兩間廠 都缺貨了 其實你兩邊秤一秤 性價比 都是AMD那邊稍為高 但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AMD的Driver 一般都給不到信心 老實說這件事 去到哪裏也好 都爭不了 你不要想著今天跟他說 今天這張卡很強 然後Driver 是塞的 那就糟糕了 所以希望 AMD這次 再一次 希望他有多個機會 會把Driver的部分 改善好 如果不是再跟我說硬件有多強 中間功能有多厲害 其實最後Driver會令到藍畫面 綠畫面 黑畫面 你把卡硬 更強 對我們來說都是多餘 這個絕對不是我一個人的心聲 相信是很多AMD Display Card使用過的朋友 或者現在用的用家的心聲 這是希望他可以改善到的一個很大的點 另一個部分就是ray tracing 想知道RDNA2的performance 究竟會怎樣 因為其實這次的發佈 只是說到他支援ray tracing 但其實他沒有說到ray tracing之下 那個performance是怎樣 這個performance 我意思是FPS 因為他的畫面 有展示給你看on off 影子 光很漂亮 其實是多餘的 我們會期望多點 你開了ray tracing之後 究竟我打機的時候 還有FPS剩下呢 這是我們期望的東西 希望接下來AMD的部分 真的會有多點的資料 或者多點的數據 去說服到 一些想買的卡 又沒買到30系的朋友 或者AMD的粉絲 就不用說服了 你看到我新卡都是充的 或者充了AMD新的CPU 這條影片先到這裏 今晚我們會去做RTX30系 最後這一張 還有很多張 就是RTX3070的發貝 我們先準備一下 拜拜 拜拜